公元2000年前后 一处被岁月深深掩埋的洞穴秘境 在这一片毫不起眼的山丘被发现 那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天 一位砍柴的村民 无意中踏上了一片松软的沙土 随着沙土哗哗下落的声音 不可思议的情况出现了 他的脚下出现了深不见地的石洞 似乎没有任何征兆和线索 谁也不会料到 一个规模宏大的地下石窟群 竟然会以这种偶发的方式 突如其来进入了当地人 惊喜交集的视野 随后的考察发现 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香气太明的36座石窟 组成了形态迥然的洞穴群 编号为35号的石窟 迎面的地宫大殿气势辉宏 这个巨大的单体石窟 洞深达170米 总面积1.2万平方米 超过了一个半足球标准球场的大小 36件石屋环绕大殿 26根呈品字形排列的石柱 巧妙地利用力学原理 支撑着宏伟的石质殿堂 石窟内的人工藻蚊 清晰可变 或似天象云林 或如江河水波 他们组成的信息证实 这里不是天然形成的溶洞 而是古代工匠创造的工程 位于新安江岸边的石窟群 连绵约5000米 呈线性分布在黄山延伸的这条渔脉上 这座早在1700年前就被挖造的山 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花山 然而 在文书档案极其丰富的辉州 地处新安文化中心地带的石窟群 居然没有片岩之字的记载 当地人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花山脚下的吴村 是一座古老的村落 它的建村历史 和石窟开凿的年代相当 曾认村长的朱文秀 其实是石洞更早的发现者 五十多年前 在上山采药时 他就曾和同村人一起 走进过这些奇怪的洞穴 里面好深的 打个河巴就进去 进去一看 那走的就四五十米路 里面越进去越深 到里面去有水了 就不敢往里面走了 回来这个路上 回来这个河巴熄掉了 走路不小心滴滴下水去 洞内氧气稀缺 往往没有察觉 火把就熄灭了 冰冷的 深不可测的积水 也阻挡了他们好奇的脚步 朱文秀的发现 因此悄无声息 早年的发现者没有想到 这些石洞 竟是人类的杰作 当迟到的真相大白天下 关于石窟用途的种种猜测 却悬而未决 伴随着屯岩说 采石说 黄陵说 屯兵说等不同解释 里面的谜团越来越多 所以当地干脆 把石窟群命名为 花山谜窟 熟悉采石作业的朱文秀 这些年来 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 石窟内几十万方石头 究竟去了哪里 距离无存不远 有一处几乎荒废的露天采石场 石壁上的凿痕和石窟里的痕迹 十分相似 打石头是哪里的都要处理的 一个公元八个小时 也不是搞了一块石头 还有包裹被打下来了 我们现在这个洞 已经早了六七年才这么一点大 就像我们花山谜窟那个 三十五号石灯 就是要经过几百年 好几代人 肯定要一般都要三千年的人 这都要得了 你再来找一个洞 那你们再来找一个洞 我们再来找一个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有可能考虑到了石料运送的水路之变 相比花山迷窟的众多谜团 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消除朱文秀所有的疑惑 每天浇花灌木都能看到石缸上的凿痕 但它始终无法破译留在石头上的遥远信息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先行者 无论是开山大师浦门 还是职业旅行家徐霞客 都没能深入这片梦幻世界 华山迷窟和西海大峡谷 两处完全不同的秘境 经过格式已久的坚默 把打开秘密的时间约定在21世纪的曙光里 无论是古人的创造还是自然的造化 他们带来的远不止引人入胜的景象 鬼附神宫的背后 探究未解之谜的路 同样浅向还生 年过八旬的崔之九 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教授 来到西海大峡谷 他的目的是进行野外考察 和普通游客 痴迷于黄山的美景所不同 地质学家需要透过今生看前世 从变幻莫测的花岗岩形态中 找到不同地貌的分布规律 从而发现它的演变真相 我们一般的就是说 把这个流水形成一把刀 所以地球上面最厉害的 地貌的作用力就是流水 西海大峡谷它有个特点 它本人是一个断裂带 它是一个薄热地带 那一水一来就送走了 所以西海大峡谷它跟这个破裂带有关系 所以它切得特别深 黄山 黄山 雨水充沛 重力作用下的流水 夹杂着细小的岩石颗粒 在漫长的时间里 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力量 不断地对山体颜值表面 不断地对山体颜值表面进行着侵蚀 地球内部结构和外部引力的结合 塑造了黄山山体的风骨 风雨雪霜 以及流水的共同作用 则美化着黄山的面容和肌肤 将坚硬的岩体雕琢出 黄山今天的奇特景观 在地质学界 黄山的成因之谜一直是关注的热点 主要议题集中在一个焦点上 黄山及中国东部是否发生过 第四季冰川 引起争论的时间起点是在1936年 时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的李四光 那一年专程来黄山考察 他肩负了一个特殊的使命 为找寻冰川遗迹而来 对于地质学界 关于中国不存在第四季冰川的结论 他决意用从无到有的发现打破坚定 黄山之行 扩大了李四光先前的成功 在这座山峰海拔960米的岩壁上 他坚信找到了几十万年前 补冰川移动式的擦痕 结合这里的其他冰川现象 李四光正式提出黄山第四季冰川说 回绕黄山是否真的存在冰川遗迹 赞成派和否定派的学术之争 旷日持久 论战的高潮是在1982年10月 两大派相约黄山正面交锋 辩论从会场一直延伸到立马峰 直至在山谷中搭起支架 近距离观察封壁上的平行凹坟 以此叛变它是否属于冰川残分 我坐了三个梯子 一个四米 一个五米 一个六米 就为了爬那个有人树那上面 有冰川的痕迹 崔之久是中国研究现代冰川的先行者 半个多世纪里 他的双脚皆获踏遍世界上所有的雪峰 在冰川冰原地貌考察之路上 崔之久遭遇过暴风雪 雪崩 裂缝 滑坠 冻伤 雪盲 迷路 高山病等种种考验 甚至留下了断止和伤眼之痛 我整个是一生就这么过的 到处跑 到处看 把世界也跑得差不多了 就是因为我热爱这东西 失去右手的全部手指之后 崔之久一直没有放弃过野外实地考察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他进入了黄山的悬案中 关键的是黄山它高度不高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说它一千八 按照我们的计算 如果黄山要有第四级冰川 也就是几万年前吧 要有冰川出现的话 它这一线都三千五六百米以上 崔之久认为 黄山风林地貌的形成和第四级冰川无关 主要取决于花岗掩体出漏地表后 上升和波时的速度 由于不同七次侵入的掩体颜值结构各具特征 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地质地貌景观 关于黄山是否存在第四级冰川的论战 一波三折持续近八十年之久 至今还没有画上最重的句号 从李白在诗中 对黄山花岗岩风林地貌恰如其分的描述 到地理学家徐霞克留在这里的考察笔迹 从一代地质大家李四光开始的 黄山冰川之争 到中外地质专家对黄山的一次次考察 黄山前世的面目 在发现与争论循环中 不断揭开时间沉积的厚重地层 地质演变 长达八亿年的时间轴现显示 这里曾经是一片汪洋 距今四亿名左右 黄山地区地壳抬升成墓地 其后 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反复变迁 海水时深时浅 时进时出 两亿年前 因为印制运动 彻底脱离湖海 步入陆地发展阶段 在接着来临的几次造山运动中 黄山花岗掩体终于破壳而出 花岗掩体侵入地壳 铸就了黄山最初的山体重型 新的地壳抬升 让山体的沉积盖层拨实殆尽 地面开始下窃 这种经典的地貌演化模式 叫地貌回春 而黄山由于抬升和下窃强度大 故而形成了气势磅礴 齐风穿云的蜂林地貌 从起初出露地表 呈穷型山体 到轻度构造隆起 产生轻步切割 直到强烈地壳抬升 引起强烈分割 在崔之久的眼里 几千万年来 黄山花岗掩地貌的眼睛 无论就类型分布 演化的完整性 经典性而言 在中国同类地貌景观中 都独占凹头 由于溯源侵蚀的强度不同 黄山代表性的景观 被崔之久归于五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岭吉如石笋缸 九龙峰 尖峰如玉瓶峰 宝峰如梁花峰 天都峰 琼峰如光明顶 石柱如梦碧生花 他们林林总总 形态各异 集合成巨大的花岗岩天然博物馆 理所当然 黄山成为了世界地质公园 位于黄山南大门的地质公园主碑 由两块质地不同的岩体组成 遥远的地质年代里 他们在向地表侵入的半途中相遇 在黄山每一块岩石 每一道风景的背后 都可能有一条秘境 通向未知的山岳空间 是神的孩子的嘴巴 是 神的孩子的嘴巴 拥有专业的登山器材 李培生却和登山者的身份毫不沾边 我觉得发生的是一个很酷的工作 一只手拽着绳子 一只手按着升降器 双脚撑着峭壁缓缓下落 每一天他就这样进入了他的工作场景 在游人好奇的目光中 他肩跨绳索 慢慢接近悬崖下的落脚之地 这样惊险地上上下下 李培生有时一天要重复近十次 上黄山之前 生长在长江边的李培生 一直缺少帆山岳岭的精力 更不用说在光滑的悬崖上进行作业 但这却不能成为他逃避的理由 原因很简单 他年轻身体很 起初的放绳作业并没有如今的专业设备 绳子也比现在的要粗上很多 无论是向下还是向上 绳索都无法在中途锁定 这对他的身体素质和双手力量 都有很高的要求 从十多年前开始 李培生就日复一日地往返在山道上 从游人中间穿行而过 他醒目的工装常常引起别人的注意 每天都和游客擦肩而过 但他的日常生活却并不为人熟知 李培生是黄山玉平环卫所的 一名工作人员 他的工作职责主要是承担 游道以外范围的垃圾清理 俗称放绳宫 他负责的区域 从天都峰脚下 直至莲花峰 约八公里的线路范围 放绳宫的作业区域 多在热门游道两侧 散落在护栏以外 悬崖下和树枝上的垃圾 大多是被风吹落的轻便物件 矿泉水瓶 帽子 还有塑料雨衣等 从峭壁放绳下去 要找准这些目标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即使天天生活在风光秀丽的景区里 环卫工的工作也会让人觉得枯燥和单调 他们在山上过着简朴的集体生活 遵从着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 只有妻子带着儿子 偶尔上山看踏实 李陪生的山居生活 才会出现难得的家庭气氛 远离家庭的生活 加上多年涉险的经历 让李陪生和搭档形成了一种默契 两个人 该谁下去作业 并没有硬性规定和刻意安排 完全取决于相互之间的心领神会 那边也容易 最容易 对 对 你看看没垃圾 哎 这些垃圾 这些垃圾 好看啊 等一下 凹进去的 你让你翻唱下去看看 那我来看 好吧 你下 那你担心点呢 李陪生的搭档谢乐奎 原先负责天都风景区的垃圾清理 因为景点轮休 他和李陪生组合到了一起 对热门景区 实行封闭轮休保护 是黄山的首创 从1987年开始 莲花风 天都风 和史信风三大主风 就先后封闭过山道 进入喘息的休眠期 以促进自然生态的恢复 天都风 现在轮到第二次长假 和毗林的莲花风相比 他拥有了一份 在喧闹中难得的沉寂 只有在远离鲜花的地方 才能真切地感受到 松石草木的呼吸 峭壁和沟壑上的空气陌路 展现了黄山的另一个维度 陡峭的坡面上垂旋作业 不是勇敢者的冒险游戏 而是人与山共存的默契 从1980年探险之后 朱世旺就有一个梦 一直在西海大峡谷徘徊 1980年9月26日 一直有采药人领路的探险队 首次涉险神秘的魔幻景区 幽深的西海大峡谷中 第一次响起了人类的惊叹声 那一天 贪贤小队从白云庵逆流而上 下午抵达排云亭下的深河时 太阳正在西沉 山峰巨大的阴影笼罩着四周 各种怪事令人胆战心惊 一阵悚然的山风吹过 有人脱口而出 这简直就是魔鬼世界 浓云蔽日 山峰压顶 让人感到心胸启闷 这种特定的环境和心理压力下 魔鬼世界成为峡谷 留给探险队员的第一印象 在这支有六人组成的探险队中 有一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 他目睹不善言辞 如果不是因为他出色的攀登能力 很容易让人忽略他的存在 他叫朱世旺 十五年以后 正是他一次次的深入峡谷 终于让一个梦幻景区 惊陷于世 准备雄围的荒山 十年三十有 鹿没有 这次呢 就是人家把它搞一条 一条线的 线要敲鱼上去 走一条路出来 像黄山南大门 注定会迎来 开山僧人浦门一样 西海大峡谷的步道开发 毫无悬念地迎来了 朱世旺的登场 朱世旺和黄山的情缘 随着脚下的步道 一步步地深入 一九七六年 他随哥哥一起 从千里之外的浙江温岭 来到黄山大工 那一年 他十八岁 黄山三大主峰 最险峻的天都峰 这一条 从半山寺开始的登山仙道 是朱世旺 进入黄山游道施工的 第一条线路 那是一九八二年十月开始的工厂 当时还无法使用电钻 完全就依靠古老的凿石方法 借助原始的石匠工具 在坚硬的岩石上 凿出一条通向绝顶的路 结束上下天都峰 必须要走回头路的历史 石壁就是跟房子的板壁一样 壁子就是 我家里有个老师家 大家临时做梦 这个地方想开路 我家只要有决心 小时都说不是都过了 与共一上了 我家只要有决心 肯定开得通 凿石城街 遇见大桥 在施工队 交出完美的登山步道时 这时的朱世望 还不是故事的真正主角 他的哥哥 才是工程的领导者 朱世望 没有急于求成 在一个接一个进行的工程中 他逐渐展露头角 从1980年第一次上山 朱世望就一直待在山上 三十多年过去了 回头看看身边的工友 当年来自家乡的几十名同伴 现在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这是他心甘情愿的选择 他从小就喜欢爬山 所以对山 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随着他主持时空的梁花峰 循环道顺利开通 朱世望 成了开发西海大峡谷的 不二人选 1935年建成的排云亭 位于大峡谷的裂点为之 海拔1640米 到谷底的切割深度 达840米 悬殊的落差 让群峰大鹤的雄姿一览无余 在峡谷探险的15年后 朱世望又一次站在这里 他的使命是要在绝境中 打开一条便捷的步行游览通道 从1995年开始 像黄山开山河上铺门一样 朱世望的前期准备 同样花费了整整两年时间 在威亚绝境之中 他开始选线 探路 很快 朱世望就带着他的工友 以古老的开山凿石方法 现身在这一片潜无古人的深山峡谷 当峡谷罕见的美景一步步打开 人们发现 那条激进完美的步道 以苛刻的标准 成为了黄山景观道的代表座 可是朱世望在山上的家 也是他在山上住过的条件最好的工棚 随着施工地点不断转移 他山上的家也在流动中 他和工友们一起同吃同住 克服了施工上的一个又一个困难 伴随着二十一世纪来临 朱世望迎来了 他职业生涯最艰难的步道工程 西海大甲谷不仙桥路段的战道施工 施工工地 必立千任 陡峭的破面上 测量仪器根本无法安置 连放绳时都很难找到支点 怎样才能接近山上高点 完成放绳测量工作 又怎样搭出便道 方便施工作业 重重困难考验着他和团队 梯子 毛竹 钢丝绳 施工队尝试着使用各种器材 完成峭壁上的悬空作业 在悬崖峭壁修筑战道 是两千多年前 蕴含中国人坚韧品质的发明 西海大峡谷的战道施工 依然采用古老的结构工艺 先去除战道上方 因为风化开始松动的石块 然后搭建施工便道 接着在崖壁上横向枣孔 打进钢筋和梁柱 最后铺设路面 和古代不同的是 这里用竹胶板做成模具 然后胶制成钢筋混凝土 朱石旺向西海大峡谷进发的每一步 都充满着对人与自然的朴素理解 他和这一座山朝夕相处三十多年 对每一块山石 每一株树木都包含敬备 他的内心里有一道准声 那就是凿石铺路 不能破坏山体和松树 这是属于他和黄山的秘密情感 像是履行一种古老的诺言 他率领自己的团队 在看似粗力的施工作业中 以劳动者的创造和灵感 试验出人工与自然 浑然天成的许多新工艺 没有人记得战道完工的确切时间 直到西海大峡谷惊陷于世 一条悬空的战道仿佛与生俱来 如果说是上帝之手 造就了眼前的自然奇观 那么把这片坚固沉寂的景色 呈现于世人的开发工程 完全称得上是人工杰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古老山系的全新影像 大自然的视觉奇观 人间仙境 生灵天堂 寻理神奇自然 解密山岳世界的经典传奇 石破天经 驻梦徽洲 从人与山相遇的曲折故事 走进文化繁衍的美好记忆 山水画卷 秘境之地 领悟山水精神的真谛 寻防更幽远更深沉的境界 美丽中国 美好安徽 精彩分城 六级高清纪录片 大黄山 西海大峡谷的开放之路 一直都这样 谨慎而小心 石隐石线的峡谷中 一项新的工程 艰难地推进着 为远离施工现场 确保游人安全 部分景区的开放与封闭 交替进行 2013年7月上旬 西海大峡谷观光 地轨缆车的检测表示 在不断厚颜的期待中 突然启动 主要运用在山岳景区的 地轨缆车 被认为是承载游客 垂直上下的便捷工具 他首次进驻了黄山景区 工人们把盛满水的塑料桶 不停地送进车厢 以检测地轨 承重负荷值的运行能力 这一天 西海大峡谷 正式迎来了观光地轨缆车时代 从谷底到终点石床峰 缆车爬坡892.6米 整段行程 最快可在两分四十五秒的时间完成 至此 黄山西海大峡谷规划建设的全部线路 宣告完成 美不胜收的原生态风景 对于朱世旺来说 一切再熟悉不过了 从第一次探险到现在 他徒步上下峡谷 多达百余次 在朱世旺的线路中 自己脚下的步道 才是和这片风林亲近的最佳线路 他需要游人 准备体力地付出 长达四五个小时的行走时间 同时 这一条精心规划的游道 为游人预留了 临险探忧的乐趣 与大自然物我两望的 想象空间 从浦门开山的古老登道 到眼前最年轻的战道 四百年的时间里 人们向黄山秘境地渗入 离不开振臂一户的开路英雄 更离不开那些寂寂无名的普通工匠 在六万级的步道 已然成为黄山景观的今天 通向未知世界的秘境 依旧遥遥无尽 在八亿年前开始孕育 纵横一千两百平方公里的黄山山脉 人类文明史刚刚展开了几千年 而对一百六十平方公里景区 叙事已久的开发 也只历经四个世纪 当奥秘不断被时间照亮 更多隐秘的路径 交织出黄山前生后世的新经纬 自先人开始 人们接近黄山 既满怀太眉未知世界的后期 又出自灵魂与心灵气息的虚妙 这是两条始终并行的秘境之路 一条通向神奇归伪纯净的大自然 另一条 汇合着一代代人的惊叹与迷恋 珍视与敬畏 执敌人的内心 从一松一石的发育 塑醒到山岳世界的奇异空间 从古老的劳动现场 到传承历史的每一个场景 对美和美丽生活的追寻 是大黄山传奇的起点 这是一次深入神奇自然的旅行 在感受美和生命活力的行程中 我们记录着奇迹和梦想 家园和传统 来自一脉乡城的轨迹 它是一代代人的寻梦之路 他们来到黄山 或沉醉于黄山 怀抱着信念 经营着理想 形成了故事的山西 汇集起情感的河流 这是一座山和人相遇的奇怪 这是黄山永远的魅力所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